好,接下來我們把Do-re-Mi這三組接好的電路 把它黏在 黏在桌上 待會會比較好操作 這樣子 沸騰子 沸騰子 切好了 如果不是彈牙, 要不要再拒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准备好你的三组Doremi的感测器模组之后 也连接好线之后我们再把USB插回去 插回去之后呢 因为刚刚的我们有把USB拔掉 所以这个断线 Transformer会显示断线 那请你返回再连线一次 然后回到我们的Squatch里面 把刚刚写好的程式 我们来直接执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好 那我们程式呢 全部重新Action之后 我们来看看执行的结果 好 现在按 这是Do 这是Re 这是Mi 然后除了按按钮之外 剪裁一下你的小猫 他的位置应该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小猫也会跟着你的Doremi来做运来做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首这个玛丽尤之小绵羊 接下来一个按钮没问题之后呢 好 我们在系统上面 好 这一组已经做完没问题 好 画面也都有了 好 那我们要同样复制到另外两组 好 再去做另外两组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程式呢 直接复制 好 再复制 那这个如果是Do 我们加一下注解 这个是Do 的话 好 那这个就是Re 咯 那Re 要改哪些东西咧 好 小猫尺寸一开始就都有了 都有设定了 那所以其实这边是不需要的 好 不需要的 好 那我们的第二组硬体要接在哪里呢 好 我们把第二组硬体的按钮输入接在第六只脚 LED的输出接在第十只脚 好 接下来 那所以这里就要侦测第六只脚 是不是有输入 然后如果有输入的话 第十只脚就输出 好 那位置 好 小猫的位置 RA的位置呢 RA的位置应该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地方大概是-70的位置 Y的高度-70 所以这里把它改成-70 好 那演奏的音调呢 当然就是Re 然后输出的LED 然后输出的LED 当然就是 第十只脚 好 第十只脚 好 第十只脚 然后输出的按钮是第七只脚 然后输出的LED是11 好 所以这边要检查的是第七只脚 然后这边要输出的脚位是第十一只脚 那它的位置 me 是在这里 好 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大概是-45左右 所以我们这边就来个-45 然后第十一只脚 LED的输出 然后这边也是第十一只脚 LED的输出 然后弹奏的声音呢 当然是me 那程式设定好之后 好 我们待会就来测试一下 好 那我们把硬体接好测试好之后呢 好 我们来 来执行一下程式 好 我们的程式把它Action起来 然后呢 把它切换成萤幕画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Action的状态 来试一下 Do 小猫在Do的位置 Re Mi 小猫都有在它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开始弹奏 马力有之小绵羊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